154 《文匯報》 B.C.T. 銀聯 內地下半年或減息兩次 2015年7月15日《財經新聞》 B.01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吳遠玲、銀聯金融投資總監夏卓華作於記者會表示 早前A股大幅上升,並非由基本因素帶動 相信年內難以再升至上半年高位元五千點 資金有機會流向樓市 內地在下半年或會減息兩次 每次12.5點至13點 它由記心講通於年底開通 B.C.T. 銀聯作發表2015年下半年環球投資展望 夏卓華指出,內地實際利率相對較高,仍有減息空間 而且在樓市未回軟及經濟放緩下 估計內地於下半年會再減息兩次 每次12.5點至13點 它表示,內地地方債支援計劃可以減低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利息負擔 以及限制系統性風險 但計劃金額需要擴大 A.股波動大資金 尿頭樓市下卓華認為內地股市於上月上升 是由政策憧憬帶動 並非基本因素 但相信A.股牛市未完 由於內地企業盈利表現良好 尿A.股可達4,500點 不過難以回升至約5,100點高位 由於股市波幅大 導致投資者憂慮氣氛增加 它預料下半年資金有機會流向樓市 在中央推出一帶一路政策下 或會成為信貸和基建需求的趨化劑 因此看好相關概念板塊 如建築及揭露股 同時看好內銀和保險股 深港通期年底開 H.股受惠深港通方面 夏卓華期今年底開通 預計屆時可增加外資流入內地市場的渠道 及吸引退休金投資者 令外股差價仍有距離 下半年H.股或可受惠 該行爭與積金局爭取將 A.股納入強積金的核准範圍 加大投資常限 董事總經理及行政總裁劉嘉時作表示 A.股近期大幅波動 而且積金局關注市場透明度及資訊流通 相信短期內不會加大 A.股投資佔比 目前積金局並非優先處理放鬆強積金投資組合 而是首先推行核心基金 美年內可能加息一至兩次在希臘債務方面 夏卓華認為即使希臘與歐元區達成協議 但希臘仍有約一千億歐元債務需要於年底前還 希臘債務談判或會繼續 歐元區的金融穩定仍有隱憂 另外,他估計美國聯儲局下半年有機會加息一次至兩次 每次二十五點子